6月28日,百机融媒体产品百年大党老外奖故事部分外国嘉宾及中外媒体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等地参观 并举行初心始发地与外国友人对话会,分享参观感受和外国友人眼中的上海故事 这里是小南门,我住在这儿,那边现在是我工作的地方 来自比利时的柯瑞斯是一家国际旅行社的入境业务执行总经理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柯瑞斯兴奋地指着上海的城市微缩模型 熟忍地辨别出他当下生活工作的区域 上海也是新中国的建筑吧,这里的变化太大了 我90年第一次到上海,当时站在外滩,看那些老楼,黑乎乎的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气氛,然后往对面一看什么都没有 现在30年以后,包括Y10现在多好的气氛 然后对面普通都不用说了,全球第二个高楼,对吧 在老外们看来,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远不止基础建设方面 来自匈牙利的贝斯文从小就对文化、博物馆有着浓厚的兴趣 2005年,贝斯文来到上海,为推动中欧文化交流而奔忙 他说,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发展,包括他所在的文部行业 很多新的博物馆,新的科技馆,这个美术馆都新开的 然后都是需要一些现金的技术,提高他们的互动性 那么我们发明的磨墙技术,可以让文物活起来,可以互动起来 对于贝斯文而言,上海是他创业的始发站 发展一直是连续的,但是确实最近几年还要加速外国人到上海来创业 比较方便,然后从上海发展普及到其他的地方 对于许多老外而言,与上海共同经历的一切都让他们将这里视作第二故乡 与上海的感情越发深厚 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经济,艺术都学的 所以我对上海这个历史还是确实比较感兴趣 也比较了解 我喜欢上海,因为上海长得特别快 也长大了 东方之助嘛,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给上海点个赞